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在柏林 现在是9月5号 我昨天跟那个一个导游 他说是免费的 然后我跟他走了四五个小时 结果临走前呢 他要每人收一些小费 这个团团说随便给 然后我一看那个加拿大的朋友啊 或者是这个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业朋友 都是十欧二十欧元的我来掏 然后我这一看我不掏不好 我就掏了一个四欧 然后这个女的好像也很尴尬 只是说谢谢 其实我这个事我想了一下 我比他们这个 我这个四欧掏的比他们掏的都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工资是一个月是三千欧元 然后你是掏的是 二十十块对吧 我一个月的三千人民币 掏的是四块 那么你给成几个七呀 那我一个月掏的相当于 我相当于掏的是三十 所以说我从汇率换事上来说呢 我觉得我比他们都要好 下次我出来前准了点人民币 带个一百块钱零超的人民币 每张十块的 你要是来导游费 我就按中国的标准给你给 你别算汇率 你留着当个纪念 我觉得这挺好 千万不要给欧元 这个太不可算了 他也觉得小气 你也觉得不合适 然后你说呀 你说你拿人民币 欢迎你来中国来消费 那我们这边物价低 这边有一个经典教堂 不知道是什么教堂 这边是一个小花园 然后啊 这个我这张是 这张是一张地图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我再给它放大一点 我一会儿啊 就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据说是一个巨大的 shopping mall 然后我现在应该是在 这条街上 所以我 这应该是这么看的 然后 我走到前面 隔离门一拐 这边是个彩电塔 大家能看到这彩电塔吗 这个彩电塔 据说就是东德 那个时候搞的 我走近的时候 再给大家录一录 我里面建筑都很